武将攻略 武裕神将 夏侯渊 夏侯渊 兵种式性 骑兵 弓兵S 器械A 这个兵种式性让夏侯渊在开荒中游刃有余 既可以骑兵和弓兵切换 也可以转变为器械打城防 常见的开荒阵容 夏太皇 江夏猪都需要夏侯渊 常规阵容主要是三世女和渊奇 属性方面呢 作为突击系列的武将 武力和速度十分优质 非常适合速攻菜刀队伍 比较可惜的是 统帅和智力都不高 在队伍中需要其他武将进行保护 防止夏侯渊被爆头 自带战法降行其极 60%发动率的优质突击战法 不但发动率高 而且兼具输出和控制 这也直接决定了夏侯渊武裕神将的地位 战法效果对随机敌军单体造成一次兵人攻击 若命中敌方主将 则使其进入继雄状态 持续两回合 需要注意的是 该战法针对的目标是敌军单体且伤害率偏低 所以在战斗前期面对一些高减伤高治疗的队伍时 输出会有不足 这也大大影响了夏侯渊队伍的上限 因此不论作为单核输出的夏侯渊 还是双核的玩法 都需要夏侯渊的红度来使整个队伍的输出提高上限 所以夏侯渊优先推荐增加它的红度 PK赛季的试验战法裸一血战基本上是夏侯渊的绑定战法 因为裸一能够极大的提升夏侯渊前期的爆发力 尽管要牺牲自身40%的统帅 但能够在战斗前期在更早的回合就秒杀掉敌方的主将 不仅能够大幅降低战损 更能够将自身坦度不足的缺点完美隐藏 夏侯渊的携带战法推荐两种 分别为主力输出型和辅助型 作为主力输出型 夏侯渊携带裸一血战和一技当千 作为队伍的辅助时 夏侯渊可以凭借自身速度高的优势 去携带当风推决折冲玉屋等控制类和破防类的战法 为队友创造更好的输出环境 兵数方面 夏侯渊一般点作战兵数 一股作气圣战直锐 提高夏侯渊的输出即可 传承战法万念齐发 仅工兵专属的纯输出战法 看似有华丽的高伤害 但实际上该战法作为主动战法 是需要准备一回合的 优先级大大低于顺发的主动战法 不推荐传承 缘分呢 夏侯渊只有一个缘分 就是曹魏族将 这个缘分呢 有着三战十分优质的前两回合破阵效果 但可惜 该组合在兵种式性上并不搭 该组合只能在S赛季勉强易用 在PK赛季以后呢 逐渐跟不上队伍的强度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 奋校对于夏侯渊的解析了 如果兄弟们有补充或者纠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私信告诉奋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